面对浙江队的比赛 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 这场比赛是在上海深花的主场 上海体育场来进行 这球还是摘出来了 在左路内部 给到进区里 射门的时候倒地 助裁判戴一哥吹点球了 手指点球点 这样的话 这个开局对于上海深花队来说 有直接快速取得领先的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呢 骗过门将 这样的话 上海深花顺利在主场取得领先 这个开局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相当的美妙 进球的是马来来 约翰超转身摆脱之后的 左脚传中落点不理想 无锡 这脚射门还是很突然 金阳阳这种出球要避免 中场位置直接到对方脚下是很危险的 梁纳多到了进区里 挑传 点球 节奏变化 梁纳多 大片了 非常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这个机会没把握住 对梁纳多和浙江队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 还不是马阵扑到的 是自己射门就没有在门框范围之内 在得知朱晨杰肯定没有手球 被误判一个点球之后 心中已经有了定数 左脚传中 马来来 2比0 过去的两分钟之内 对于少爷神发队来说 真是从地狱到天堂 先是被对方在进区之内 疑似点球 对方罚丢之后 自己转过头来 立刻打出快速反击 左路传中由中路包抄跟进的马来来 将比分扩大 给到进区里 穆谢奎 二点球 跟进 打本 浙江队扳回一程 49分钟 进球的是莱昂纳多 穆谢奎上场之后的效果立竿见影 梁大多也算是弥补了上半场比赛 罚丢点球的缺憾 这次通过中场很顺利 穆谢奎 交给梁大多 马阵位置比较靠前 这一角射门打在边网上 曹云定 打在横梁上 这个球还是挺有想法的 月欣 穆谢奎 二点球 在门线上 朱晨杰把球拦出来了 但也给上海生花队敲强了警钟 一个球的优势有可能随时被蚕食掉 看一看他们在攻击线上的球员 中路 马来来上演帽子戏法 这是他和阿玛杜完成的一次快速反击 65分钟 上海生花队重新把领先优势扩大为两球 目前他们3比1领先 漂亮 曹云定这角球传得很精彩 中路有机会 横传推射 4比1 踢补登场的张薇健波 为他送上助攻的又是阿玛杜 80分钟 上海生花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三球 目前4比1领先 前接给 这个球由于没有人碰到 反倒是惊出了马阵一身冷汗 给到远端 5比1 确定锁定胜局 张薇替补登场 也实现独中两圆 这会儿浙江队已经是 全队体能消耗殆尽了 而对于吴金贵指导来说 他带领的球队 在足球杯的第四轮 迎来了一场大胜 好 主裁判戴一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